房子起码也得住楼 也得一百来平 你说一月咱也得开三千多四千来块钱 能保证生活 是不是 咱也得要三万块钱 经历过疾苦 耐得住寂寞 才能够迎来生命的高涨 农村大妈每月收入三百 好不容易被大爷看上了 哪成想一见面就直呼要找成立的 又要求退休近高还得要彩礼 这机会是给咱大妈了 但人家硬生生的给整成冤枉了啊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样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别看大爷表情是皮笑肉不笑的 但是从人家嘴里说出的话 那可是夹杂的浓厚的情感啊 等待了一年多的光景 大爷总算是把这个暴喜的喜鹊迎来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讽 就凭人家这一句话 咱就知道人家一定募送了不少的家人 小圆啥的让咱整的挺厉害的 这圆子这不过一页嘛 就这么重的 平时小圆都咱自己手是吗 那都是自个整 全你自己整啊 我看这院里头 我看这院都整的可干净了 连点那个草啥的都没有 你算啥的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自己整 你不自己整 谁给你整啊 那孩子啥的呢 小子那儿子在沈阳开车的 一年也回不来一回 五年呢 你都打工做钱 你都有孩子 惶恐贪头说惶恐 灵丁阳里贪灵丁 大爷一个人的日子 还真是难熬的不得了 儿女都在外面奔波试验 就瞅大爷把家里打理的 连砖缝都见不着一棵杂草 人家也知道收拾累收拾苦 但就看人家这干净敞亮的劲 那指定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啊 那咱家多少地啊 一伤七亩地 一伤七亩地 那不种了是包出去了 包出去了 还是说给孩子了 一伤地我们是一万 一万六千五 那你要是一伤七亩地的话 那一年也得两万多块钱啊 不是 连土地植补 粮食植补 三万块钱 那你行熟 那你看啊 就像你说的 连码处包地 加上植补钱 再加上啥的话 一年三万块钱 那你要合着 在城里头退休金 也一个月也合两千多呢 是 我看的节目也是 一月两千多钱 不也就是三万多了 还行 那笔上不足笔下还有余 我这情况就这样 说起大爷的经济条件 人家也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每年土地出租 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 那可是年收入三万有余 这要是换算下来 那每个月就是退休金 大概两千左右 跟城市里的同样经济条件的比起来 也无非就是房子破了点 不过大爷相亲的择偶标准 倒是没啥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是找个农村适合过日子的啊 他就勤劳本分 最加持有没有啥的 最亲属啥都 除此可以 你说的那个方牛红 那个姓张叫张海湘张仪吧 前两天去重播他节目了 就跟那个酒台有个崔老师 是是 在我看了85 完了那老头白回去 完了最多还不要了 你说勤劳能干 能过去啊 脾气还永远 我俩都是酒台 他双顶过去 我原先是吹洋馆 就你俩家离得也不达远 不达远 是 你的身影时间冲不走 我的思念距离带不走 谁说只有年轻人才懂得情真一切 大爷就是隔着节目 对一位大妈一见钟情 而且人家对于两个人未来的打算 可谓是做得相当到位 两人相隔不远 以后要真是出到一起 可完全不会有异地问题 大爷们心自问 这个就是相中人家会过日子 人说话好听脾气还软 就是妥妥的女神啊 房子咱买买几年了 买十多年了 那你在这儿住 正常住住多长时间 才二三年 二年的 这窗帘是坏了不会修 那都掉了吗 不会修 掉了 那咋不找人整着呢 找人整就花钱 这屋花不少钱呢 花两万来块了 都那花 都啥花钱呢 这都是新整的 没整俩月呢 这些地 窗户都重换了 一只只房租着了的 租着吧 它家养狗 我想这屋里头 养有味儿 完我就给这地板换了 换了总来玩麻将了 完了我害怕 带给这地板整埋头 完我就铺的这个 是 有点心疼了是不是 嗯 长岁上班的 上二十多年班的 今开七驱当保洁了的 我姑娘不让我干了 完我就回来了 咱身体也是 都今年都七十二了 也应该歇着歇着了 你是不是 那干我是能干的 她就不愿我干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可别嘲笑 大妈皮肤有黑暗淡 人家这么多年吃过的苦 简直就是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多得数不清啊 人家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三百多块 是什么成分 想必大家都懂 人家之所以对房子心疼 那真是倾其所有的积蓄 才在农村买了个小楼房 这二十多年的努力 才换来了个温冷的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大妈来说 谈何容易啊 你说我也不干呢 一整就 哎 智能事的 我不干 可抠了 一分钱都不出啊 哎 就我找她个好 是不是 那没事的姨 嗯 你说个你想找啥样事的 你老爸 起码你的菜和粮食 你都得服务人家 穿衣服 我就给你干 做点饭吧 给你收拾家屋吧 那就这样吧 我说不能先有钱呢 她也不干活 敬善欲辞 挣点钱都干嘛了 我给那个外面捡点破烂 这家都偷着过我卖 她也花了 大妈这么多年看了不少 但是每一次碰到的都不合乎心意 大妈表示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嫁给了大爷 那就是大爷的人呢 对待自个人还这么生分 吃饭买菜都还要AA制 属实是有些伤感情了 人家表示 希望对方能包揽一切生活开销 不过一说对方连破烂都偷 咱还真是又气又笑的 见过偷钱偷手势的 可不能碰到偷破烂的老伴了 来来 哎呀 喝了 水果水果是我叔买的 你都不知道 叔提直到今天要来见你 提前就买好水果了 刚才我们出门的时候 那个正好赶上他们村 来了一个那个卖那个西瓜的一个车 完了叔说 叔说 四平八稳吗 四平八稳 叔紧张都几句握手了 这么的 咱先介绍一下的 这个是你一直想见的张海湘张仪 这位是马俊才 马叔 你好 张海湘 没啥区别 这黑了 是这黑了 就是你就觉得他现在今年比去年又晒黑了是不是 那张眼睛 那总干活 总上他第一家帮忙去 能不黑吗 对对对 除了黑之外 演员呢 演员行 看着还有心动的感觉吗 那相动的 我没见 人家没见 我没见 大爷这次相亲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把握执杖 出门特意把亲侄子给带来了 儿女都在外面忙活事业 君大衣和小棉袄不顶用 果然只有亲侄子是最好使的啊 两个人一见面 说起对各自的印象 虽然大爷直呼对方脸色太黑 但要让咱说俩人也大叉不叉啊 不过好在人家也不演高手第一了 毕竟过日子才是重中之重啊 咱别紧张 你把叔给叔热的呀 热 一下子汗的 别紧张 别紧张 正常烙 这个是叔的大枝 还有亲的 对 坐那些 那有灯子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大爷这出门带上亲侄子 还真是个明智的选择啊 两个人相互虚寒问点后 眼光毒辣的侄子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大妈一说起起来倒是有些无奈 这不就和装修师傅把玻璃装好了 结果发现标签没似一个耳啊 好在侄子伸手矫健 看到两个人如此心善面相好 大妈也是打心底的觉得牢靠啊 这次是看见的 勤劳肯按 国家有道 家布置的挺好啊 自家有道啊 应该你一个人说是轻松大五 是不是啊 那不容易 买试了十二年了 不是我倒垃圾一天推垃圾 人间破垃圾 这真真辛苦啊 都是辛苦的 这了不得一个人 不一般人 这科大姐 这简直到垃圾啥的 那一般你说都干不了 哎呀 挺脏的 我打一拍 那二十多年了 两人刚一坐下身来 大爷是直接袒露心扉 直言自个之所以追求大妈 就是因为先前相中人家会过日子 干活沙楼会收拾屋子 就是发自内心的感到认可 现在又一听到人家大妈的打拼经历 前头大爷还直呼大妈脸太黑 但是现在就是满满的后悔啊 谁生来不是黄澄澄的皮肤 现在脸上的暗沉 那都是经历岁月的证明啊 现在一了解 大爷心底就是更加笃定了啊 天安如故 真是 你说体格各方面 你说这身比较我 哈哈哈哈 啥是我的 体格好 那个 这样的电视也看出来 那个给他兄弟喂马 这个啥子多辛苦啊 过日子说指定是吧好手 就是看面目 各方面 他就了解了 就知道 是不是 那我命不好就啥啥 命不好 命有天定不可千秋 哈哈 那你看人家都干啥 你看我这种大树还一个人呢 那我一样就 就啥子 也挺难的 嗯 啥坏了都没整 你看我的手机 你打电话都接不着 你给我整呢 什么都接不着 听不着 你打电话我都没听着 我给你整整 啥坏了都 都不 哎呀嘛可不咋的 这还有 有被接来电啥的呢 那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年轻的时候孤独疾苦点没毛病 那就叫欲不着不成妻不吃苦的下恋 可要是等到年老了 耳朵不好使了眼睛看得模糊了 这个时候再孤单一人 那就完完全全是受罪啊 屋里头就是灯泡坏了电视没声了 大妈可没智能手机刷视频 灯光昏暗寂静无声 想想都觉得无助啊 但正是因为大妈受的了苦忍的了罪 这才能够得到大爷的认同啊 咱们呢说是这 到就是到咱家 啥会没有 不总是吧 嗯 你有退休金呢 你也太多业了 我没有退休金 没啥就存能存 年收入的三万块钱 加地质部 就这个情况 但是到他家的 要说大富大贵 咱们办不到 比上不如 比下还有余 是不是咱就教你识点 他说他也是能存 老妹也是能存 哎呀不行 他没有老宝我不干 没查他能存的 我还在查没有老宝 我说啥也不干 爷咱老家不也是能存的 你不是能存 我再也不能找能存的了 为啥呀 能存还交那罪行呢 那给这市里住楼房干净的 是不是 那这么的呢 爷 嗯 就是我先问一下 叔这个长相和这个人 咱相不相助 你就在相中 他那个条件给他呢 是不是 咋还激动了呢 那我就说不行 就拉倒吧 你就 那啥呢 就他通开 上面待会就走吧 我就说啥我也不干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呀 咱可真是没想到 大妈会队整了这一出 直呼人家受够了宁春的苦日子 现在七十多岁的年纪 就希望有个城市大爷 能够把四个打包带走 说着对红娘的语气 都有些控制不住 差点就对友军放箭商 急哭哭了 大妈的意思咱明白了 人家演员相中和经济比起来 还是实打实的银子更胜一筹 说白了还得是看钱啊 房子起码得住楼啊 要得一百来平 你说的一月咱也得开 三千多四千来块钱 能保证生活 是不是啊 在水里啥的 你说是不是啊 有个头疼脑热啥的 那你说谁要找 谁不得让他掏钱 谁要自己掏钱 还找那个干啥呀 是不是啊 我给你当保姆去 家不家彩礼啊 那你要一月给点钱 那就不用要彩礼 那要不给钱的呢 不给钱 你咱也要三万块钱呢 一 让我问问 就是除了我们给你介绍的啊 就周围朋友啊 亲戚啥的 给你介绍过这样的事的吗 退休金三四千的 楼房一百来平的 然后要么呢 月月给咱存钱 要么给咱过三千 没有 要不我都不找你 那你们行行则 所以是不是咱们的要求 高 有点高 咱们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拉倒 真是傻大姐唱歌 属实离谱啊 怕伤及大妈脆弱的自尊心 咱红娘大美女说的都够委婉了 就是让大妈想想这么多的媒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给自个介绍住高楼的城市大眼 大妈直接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一连笃定没遇到是运气不好 还真是给人逗乐了 金鸡乌鸦不同窝 化媒麻雀不同嗓 大妈就是条件太差配不上人家啊 大哥对不起的 没关系 我从那个农村出的吧 又不想回农村去了 那个 现在我都出了二十多年了 也不适合 对对对 没啥说的 没啥说的 这玩意不是想求的吧 对 不是想求的 那没关系 他也要是各方面啥不相复 就没关系 是不是 咱也没啥想法了 那也得达到随心如意 必须 两个人都得随心如意 你认定我 我认定你了 是吧 才得心心相信 怕你心里头不得劲 怕你失 没事 孙佳你放心 你俗吧 就是不成 我心里也不失落 因为啥的 你们工作做到家了 那得人家同意啊 是不是 各方面的 是不是 心态挺厚 说 没事 你看哦 他节目播了 你是不是相中他了 对不对 没准等你的节目播了之后 现在几前 也会有相中 你看你俗这样的事的 这种实在性格好 是不是 都说饭管保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钱还真是一招吃遍天下先 大妈人家不看重别的 先前表示人演员相中 那都是为了接下来的要求做铺垫 现在又要找成立退休进钩的 又要要求对方给赐个三万块彩礼 咱看这不是要求高 这是牙根没睡醒啊